昨日桃園中立一名朱姓男子 因520求婚被拒絕而情緒崩潰 不僅大鬧超商向店員咆哮 還毆打警員至輕微腦震盪 不過在壓制朱男之後 一名圓警持警棍抽打朱男12下爆頭 遭P直拔過盪也因此被擊過處分 女星白白隨即發文替圓警抱不平 陸槍高層 如果警長當場被毆制死呢 相關能再來今天攻擊明天旺季 反正死的又不是你的家人 白白擔任反詐騙大使三年 解釋不少基層警員 昨日他在臉書質疑 為什麼台灣法律總是在保護犯錯的人 白白還描述影片經過 朱男暴打警察頭部 圓警卻沒辦法直接用槍 只能拿警棍慢慢敲 他也向認為執法過當的網友喊話 以後你遇到什麼危險請別找警察 不少網友紛紛支持白白的論點 立體基層警員 更有網友感謝他為警察發聲